尊敬的师父上人 尊敬的各位同修 尊敬的各位大德 大家尚无好 今天我们是第三次相聚在一起 再一次分享学佛的快乐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孝亲尊师知恩报恩 这个题目 我觉得对我们修学佛法的人来说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中华民族 是具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民族 是一个孝亲尊师的民族 但是一百多年以来 我们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灿烂文化 丢掉了 现在我们要重新把这个发扬光大 让我们的民族更加繁荣昌盛 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我自己做得不好 我向大家说一说 我是哪方面在孝亲尊师方面 做得不好的 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是1945年3月23日 因历2月初十 出生在哈尔滨市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县的一个农村 我出生有一段曲曲折折的历程 这是后来爸爸妈妈跟我说的 我妈妈生了我姐姐以后 就得了一种怪病 就是现在来说就是妇可病 当时来说农村就把它叫做血脉病 病的已经很重了 就是病入膏肓 也随时面临着死亡 据说装老衣服都准备好了 那一年我妈妈是35岁 有一天我的外婆做了一个梦 现在说起来真是像神话故事一样 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 告诉我的外婆 说你老姑娘的病能够治好 然后就告诉我们我姥姥的一个方法 说明天早晨从你们家出发 往西南方向走 走大约50里地的地方 能遇见一个人 这个人有一个偏方 你用这个偏方抓药给你老姑娘吃 你老姑娘的病就好了 因为我妈妈是在家排行老三 上面有两个姐姐 这件事我外婆就想 合不合我外公说 因为我外公是一个脾气比较怪的人 他这些人他是不相信的 后来我外婆想 为了老姑娘 那就跟我外公说说吧 第二天早晨 我外婆就把做梦的这件事 和我外公学了 我外公为了自己的老姑娘 这回他说 那就走走看吧 去找一找吧 就按照梦中指点的方向 从我家出发 往西南方向走 真是走了50里地左右 就碰见了一个人 这个人真是有一个偏方 就把这个偏方交给我外公 说你按照这个偏方 抓三副药 你老姑娘吃了病就好了 我外公当时是半信半疑 就把这个方拿回来了 因为我的伯父和哥哥都是双城有名的老中医 家里就开着药铺 所以这三位药 我伯父和我哥哥看了说 这也太简单了 这三位药能治了这个病吗 但是既然人家给的是这个方 那就治治看吧 然后就按照这个方 就抓了三副药 给我妈妈吃了 我妈妈吃了这三副药呢 就好了 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后来我妈妈就怀孕 怀的就是我 因为我伯父和我哥哥说 就是我妈妈这个病治好了 她没有生育能力了 可是呢 这个药吃了以后 我妈妈真的怀孕了 到生我的时候 我妈可遭了罪了 据我妈妈跟我说 我出生有四大怪 四大怪 我跟你们说说 都哪四大怪 第一怪 难产 因为那时候家在农村 可能我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 在我们那边 接生的就叫接生婆 就请那农村老太太 来给接生 我出生的时候 是立生 就是脚先下来 而且是先下了一条腿 那条腿 说什么也不下来 就这样 我妈妈是折腾了两天两夜 最后总算把我生下来了 我就是这样来到这个人世间的 所以我说 我是个不孝之女 这是我的第一怪 第二怪 我出生以后 整个人 从头上到脚下 全是黑色的 我妈妈给我形容 说就像那个黑洲 非洲黑人 不是那么油黑油黑的那种 比那个颜色淡一点的那种黑 从头上到脚下 全是这种黑色 我家是满族 住地是南北炕 我外公外婆 带着我姐姐住南炕 我妈妈爸爸带着我住北炕 因为生了这么一个怪孩子 我妈妈想 别把别人吓着 所以那个 我们北方啊 是拉漫障 就是整天这个漫障都不拉开 就不让别人看见我 有一天 这个风啊 就把这个漫障 吹开了一条缝 我外公就那么一瞬间 就看见里面的我了 然后就喊我妈妈 说老刘啊 你家孩子抽风 你赶快用大板桥 搓扔猪圈去吧 我妈说 她生下来就这样 这就是我第二怪 油黑油黑的 我第三怪 就是从出生以后 日夜不停的哭 没有消停时务 因为当时农村是点那个豆油灯 没有像现在点电灯这么方便 豆油灯呢 你得划火柴 所以我妈妈告诉我说 说一夜一喝火柴 划不到天亮 我们满族人孩子 我昨天不说吗 是睡板 板的上面割一个灰口袋 灰口袋上面放孩子 然后割绳 连板大孩子一起绑在一起 如果抱的时候呢 就连板都一起抱起来 到晚上的时候 我妈就把我放在腿上 她的两腿是平伸着的 我是横着放的 这样我妈就一朽一朽的 尬着我晃 稍稍不哭一点了 我妈把灯吹灭了 还没灯躺下呢 我又哭了 又得划火柴 把这个灯点上 就是这样 所以我妈后来就做了一身的病 一个是腿疼 一个是腰疼 所以我来到这个人世间 给我的母亲 带来了非常大的痛苦 这是我的第三怪 第四怪 浑身长疮 流脓 糖水 四岁了 我还不会坐着你 就软到这种程度 当时我妈妈说 因为我们不是 睡在那板上 枕头 那个小枕头 我妈妈说 有时候给换换戒子什么的 就这么一抱 望拖着这个枕头一起抱了 就把孩子拖起来了 我后脑勺的脑瓜皮 就粘到枕头上了 就粘掉了 我觉得 弱到这种程度 所以我妈妈爸爸给我总结 说你来到这个人世间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真是遭了好大的罪 母亲也遭罪 我自己也遭罪 我都五六岁了 勉勉强强的 才能会站着 才会走路 就是这样 爸爸妈妈曾经跟我说过 没想到你能活过来 因为是父母啊 我是他的亲生孩子 他不忍心 我生下来的时候 就把我扔掉 所以就将就着吧 能活几天就算几天吧 结果就这么赖了巴巴的 我就活到了现在 已经活了66年 我跟我妈妈说 我说妈呀 如果当时 你真是用大板敲 把我搓扔猪圈去了 那肯定就没有我了 我妈说那是 但是当时我不是没舍得吗 我就是这样来到这个人世间的 所以我说 父母之恩 尤其是母亲之恩 你怎么报都不过分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们从农村 往哈尔滨搬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阴历的二月份 二月二刚过 那个时候我小时候的天气 要比现在冷的多的多 那个雪一踩到上面都 吱嘎吱嘎的响 我爸爸是用一个大马车 拉着简单的家具 我和妈妈姐姐我们三个 就坐在用家具围成的那个圈里 然后我妈妈给我和姐姐配着一双棉被 这双棉被你得用手拽着 它的两边脚啊 要不它不就往下秃了吗 我妈妈就这一道 拽着这个背脚 给我姐姐我俩遮风打寒 从我家到双城 是六十里地 再从双城到哈尔滨 我记得我们是起早出发的 到了目的地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 就整个这一天 我妈妈的手就是在外面露着 所以我妈妈的手后来都动了 我就想作为一个母亲 她对她儿女的那种疼爱 是任何爱都代替不了的 我一直觉得我对妈妈非常愧疚 我来到人世给妈妈带来了苦难 然后我的成长过程 又让妈妈替我操心 我说这个孝亲尊师 还是小范围的 如果你扩大一点范围来说 所有的众生 都是你多生多节的父母 不是说吗 所有男人都是我的父亲 所有女人都是我的母亲 所以我要把信量放大 我要把一切众生 当作我的父母 一样去孝敬去供养 再说 师恩 师恩也难报 你想 父母给的你是生命 师长给的你的是会命 会命比起生命来说 可能更加重要 现在我回想起来 从小学 到中学 一直到参加工作 我身边的那么多师长 为我真是操了不少心 我小时候有个特点 我用左手写字 因为当时是在农村上学 农村的校长啊 老师啊 好像都互相之间 都有点亲近 和我家呢 也就算有点囤亲 所以我用左手写字呢 老师管教不是那么太严格的 也就比较随意 你既然用左手写 你就用左手写吧 所以我就用左手写了三年字 你想 用左手写了三年 是不是基本就成型了 再想改就很困难了 我三年级的时候 从农村搬到哈尔滨嘛 这样就到了一个新的学校 换了新的老师 结识了新的同学 老师一看我用左手写字 就告诉我 说不可以用左手写字 要改过来 要用右手写字 那我改我太困难了 我人又不熟悉 还让我改手写字 哎呀 我当时就想 我不上学了 所以我回家跟爸爸妈妈说 我说我不去上学了 我不会用右手写字 爸爸妈妈就哄我 说咱慢慢的改 我说老师不允许 他让我现在就改 后来我放学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教我 咱们用右手练习练习 就这样 可能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吧 我才会用右手写字 就是一直到现在 我的字写的不好 就是这次我给师父带来的 那个我写的阿弥陀佛 那个记的那个记字 那都是我自己写的 那个字体就没有什么字体 就是有一个优点 我写字快 谁都能认识 你要说我写的怎么 有水平有体 不是这样的 嗯 这就是我小学头三年 用左手写字 后改用右手写字 就写到现在这种程度 好在他也有好处 我记得我当老师以后 有一次 我的左手叫做开水烫了 包满了纱布 没办法给学生上课了 我就灵机一动 右手不行 干脆我再用试试 用左手写字吧 结果我再用左手写字的时候呢 虽然比较笨了 笨笨咳咳的 但是真是写出来了 不当我给学生们上课 也不当我版书 哎呀我说不错 原来的那个那点底 现在还真起作用了 后来我上中学的时候 我偏科 我喜欢学语文 我不喜欢学数学 上数学课的时候 我也看小说 我特别喜欢看书 那个书家里困难 没有钱买书 我记得妈妈给我 那个字字钱 我就一点一点的 用小话手件攒着 那个时候的一本书 后书就算贵的了 我记得是一块四毛八 一本 我把钱数啊数 数到购买这本书了 赶快跑到书店 把小话手件递进去 我买这本书 人家书店那边都认识我了 说这个孩子每次来买 都是这么多零钱 所以我把我妈妈给我的零花钱 我全攒着买书了 所以上数学课的时候 我也看小说 上语文课的时候 我喜欢上 就这样 我的语文成绩和数学成绩 差老大一块 我数学成绩相当不好 有时候我上数学的时候 我连书都不拿出来 老师都特别对我好 就对我不爱学数学 都表示惋惜 所以你偏刻偏得太厉害了 所以现在呢 我就想 我在这个问题上 也让我的师长为我操心 因为他们都非常喜欢我 希望我文课也好 理课也好 可我恰恰理课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我中学教过我的老师 我真是对不起你们 如果我那时候 要好好学数学 也可能以后的发展 就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了 我一直到现在 我对数字没有概念 我不说吗 我的工资多少 我不知道 我不识数 我第一张碟 我不想 给你们讲了吗 请人帮我去办事 到极乐寺 三个人我给买了两张票 因为我的学生去存车 我的脑海里就是他的岳父岳母 所以我就让我的佛友 买两张票 我佛友回来给我三张票 我还说你怎么买三张 他说刘爷 那不还有司机吗 啊 我正好我学生存完车过来 说我老师不识数 他就能数一二 数到三 他就数不过来了 真是这样 这就是我 我数学没学好 就是现在这个后果 别三个人我都数不到 说起孝亲尊师 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广泛 他绝不只限于孝敬自己的父亲母亲 孝敬自己的公公婆婆 而是把所有的众生都让当做自己的父母 让去孝敬 把所有的众生都看作是自己的师长 他们对你都有恩 现在学习弟子规以后 我反省我自己 我觉得在孝亲尊师方面 我确实做得不到位 你比如说 我结婚以后 公公婆婆对我特别特别的好 因为那天我讲了 我的丈夫是精神病患者 在那种情况下 我们结婚的 所以公公婆婆 真是拿我就像当她的姑娘一样对待 没把我当儿媳妇 非常浇惯我 我结婚15年 我没有做过饭 我婆婆不让我招手 我婆婆做饭的时候 我要去帮帮忙 我婆婆就说 一边玩去吧 这活不用你干 我都成了小孩了 吃完饭 我去刷刷碗 婆婆也说 这活也不用你干 都是我婆婆来干 15年 我没有做过饭 这作为一个儿媳妇来说 好像已经很不可思议了 谁家的儿媳妇进门 不干这个做饭的活了 我没有做过 我婆婆不让我做 那个时候 因为公公婆婆年龄大了 身体也不好 我不知道 应该怎么样去孝敬他们 但是我有一点 好在 我心比较善良 我不会对老人如何如何不好 但是因为当时年轻气盛 所以有时候 也惹老人生气 现在想起来 真是一种遗憾 我婆婆公共 从我们结婚 一直到他们二老人去世 我们是一直在一起过的 我婆婆和我在一起 一共生活了22年 我公共和我们一起 一共生活了18年 我公共是1984年 我调到省政府的那年 公共去世的 婆婆是1988年去世的 应该说 在这两位老人身上 我尽到了一定的义务 但是我做得不到位 想起来有好多事 都让我感到后悔 感到遗憾 比如说 我公共临去世之前 她是住在医院里 我带着孩子到医院里去看她 我丈夫和我婆婆都在医院 在她身边守着 一会儿我婆婆就对我说 小云娜带着孩子上市场去买菜 然后回家做饭 做完饭送到医院来 我说好吧 我就带着孩子去买菜 回家做饭 做完饭以后呢 我就拎着饭盒到医院去送饭 走到一半路程的时候 看见我婆婆和我丈夫往回来 正好走个碰头 我说你们怎么都回来了呢 婆婆告诉我 老爷子去世了 呀 我说老爷子怎么这么一会儿就去世了呢 我说刚才你 那你干嘛要让我回家做饭呢 我婆婆告诉我 她说 小云我知道你胆小 你没有看见过死人 你要是再跟前守着 我怕你以后害怕 所以我看老爷子不行了 我就把你支走了 我婆婆就能这样关心我爱活 所以我公共咽气的时候 我没有再跟前 后来我才听说 就是当老人走的时候 他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你要是没有再跟前 那就叫没有送终 所以对这件事 我一直觉得挺遗憾的 如果我要是懂 我不会离开他的 我会一直守在他身边的 我婆婆临走的那一年 她是1988年走的 她是早晨从床上掉到地下了 她想上厕所 我在厨房做饭 我就听婆婆喊我 我进屋一看她在地下呢 我说你怎么掉地下了呢 她说我下地没下好 我就掉了 然后我说你自己起一起 我听人说过 说老人要是摔了 你最好先不要去扶他 你让他自己慢慢的起来 这样对他有好处 我说你慢慢的起一起 试一试 结果他起不来 他说疼 问他哪疼 他说腿疼 后来我就和我丈夫 我俩把老人家给抬到床上去了 他就一直喊疼 我说哪疼呢 他就摸那个部位 就是那个跨跨轴那个地方疼 后来我跟我丈夫说 哎呀 我说能不能把骨头摔坏了 那是他说那怎么办呢 我说你那样 上市里西大桥那儿 去请那个夏大夫 到家来给老人家看看 如果咱们用车 把老人家带到市里去看 这一道的颠簸 他会很痛苦的 我说不管花多少钱 你去把大夫请回来 我丈夫就上市里去请那个夏大夫 我们哈尔滨人都知道 那个夏大夫是几股 那是权威非常非常出名 结果我丈夫把真把那个夏大夫 给请到家去了 因为我家是在平房 那坐车还得一个多小时呢 请到家以后 这个大夫一给看 就说是那个骨骨头摔裂了 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有两种治疗办法 我说都什么办法 他说一种办法 就是治疗起来 病人比较痛苦 就是很疼 但是治好了以后呢 他的两条腿是一般长的 这是一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呢 痛苦小 但是治疗好了以后呢 他是一根腿长 一根腿短 我说那就还按第二方案吧 这么大岁老人家了 他短一点的就短一点吧 就是别让他痛苦就行 就按第二方案做的 做了以后呢 临走的时候 我把大夫送到门口 大夫回头说了一句 他说就怕综合症 因为我对医学一点不懂 我不知道大夫讲这个综合症 是个什么概念 然后大夫就走了 半个月以后 那个可能就是综合症 我婆婆是什么综合症呢 就是拉起来没完 就是大便没有次数 十分钟八分钟就拉一次 所以不能穿衣服 不能穿裤子 完全给他下面是垫着的 几分钟给他换一次 几分钟换一次 因为我公公婆婆 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我这么一个儿媳妇 所以那总得有人刺婚他 我丈夫他那种状态 又比较粗心 我不放心 所以我在家刺婚我婆婆 我婆婆从得病到去世 一共是半年的时间 我半年没有上班 你看那个时候 我调省政府是第四个年头 说真的我的工作很忙 工作量也很大 但是为了婆婆 我跟我们领导说 我说我得请假 因为我婆婆 就我这么一个儿媳妇 我丈夫又是那种状况 我必须在家照顾她 我们领导非常通情达理 所以现在我真是 很感恩我的领导 他说没关系 你回去照顾你婆婆吧 你把你婆婆照顾好了 你就是功臣 我说我从来没想过 我什么功臣不功臣 我只想老人家 可能是到最后关头了 我尽可能减少她的痛苦 然后我就回家去 刺混我婆婆 因为她不能穿衣服 穿裤子呀 全都是用我们北方叫戒子 我不知道咱们其他地方 管这个东西叫什么 就是一块一块的 那个软和布 给它垫在身体底下 大小便粘上以后呢 给它撤出来 一般的都是扔掉了 因为我比较仔细 这个软和布吧 又不是太好找 我把我家所有的旧线衣 线裤床单都撕了 给我婆婆当戒子了 我的同学同事都帮我 搜集这个软和布 所以我每次给婆婆 换下来的时候 我都是给她洗干净 然后在我 那时候我家住的条件 很一般 我婆婆住那个屋 大约是12米 我住那个屋是6米 就这么两个屋 我就在婆婆那个大屋里 拉着铁丝绳 横的竖的 然后就把这些戒子呢 洗干净以后 就晾在这个绳上 我婆婆就给她起了个名 叫万国旗 因为各种颜色的 花会得有 白得有 什么样颜色的都有 所以挂起来以后 我婆婆说 这简直像万国旗一样 花会流流挺好看 有时候她躺在床上 就像欣赏 什么风景一样的 去欣赏着万国旗 就是这样 因为她变出来的那个东西 特别特别熏人 不像正常的 大便的那个味 比正常人的大便 要难闻的多的多 你说是星 还是怎么回事 说不出来 一种混合味 所以给她洗的时候吧 真是挺熏的 这我都告诉你 都是真实的情况 我都拿凉水去洗 不敢拿热水 拿热水 一个是洗不干净 另外 用热水一浸泡 那个味儿 你简直你都冻不了手 你都洗不了 所以我全用 那个炸凉炸凉 那个水泡 泡完了再搓 就是这样的 到后来 到后来剩一两个月 老人家要走的 要走之前 就是那个东西 我都有点洗不了了 就是我从水里 沾着水 往前这么一滴了 你总得动啊 得搓呀 这个时候就那味儿 呼加就 钻到你的鼻子里 你都甚至都想 一往后仰 都想要 卡根洞那个样子 那个时候 我每当给老人家 洗完这个戒子 我几乎我一天 吃不下饭 总是闻着 就是这个味儿 后来我姐跟我说 小云啊 别那么仔细了 撤下来的以后 就都扔掉吧 再搜紧 就这样 我两天 没给他老人家 洗这个戒子 我就撤下来以后 就随时就扔掉了 我婆婆看着这个铁丝 就跟我说 小云嫌我脏啊 这万国旗也不给我洗了 也不给我挂了 我说老太太 你别伤心 我说我不嫌你脏 我从明天开始 我还接着给你洗 所以我就一共两天 没给我婆婆洗这万国旗 所以这半年时间 我感恩我的领导 给我放假 按道理说 你们想 在政府机关 一个处时 那个人员都是一个 萝卜钉一个坑 我请假了 我那摊工作 就得别的同志替我担着 我也感恩他们 他们给我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 所以我就在家 一直把我婆婆刺婚到往生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往生 她老人家去世了 我老爷子去世之前 我记得有一个场景 我真是永远不能忘 我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后来老人走了 我仔细琢磨 我才明白了 因为我家老爷子 他在医院里 那就是好像是抢救师的那种床 比一般病房的床高 所以老人家在那躺 在那床上平握着躺着 他就让他儿子我们俩 就站在他的床边 不允许坐下 让我俩站着 我还说当时我还想呢 那我们坐一会儿不行吗 不行 你刚一坐着 他就说站起来吧 站起来吧 就这样的事 所以我俩就在他身边站着 老人走了以后 我才知道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琢磨的对不对 他老想看着我俩 我俩一坐下 他在那个高床上躺着 他看不见我俩 所以我只有我俩站着 这么瞅着他 他瞅着我们 老人家舍不得离开我们 这我才品出来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我婆婆走之前 跟我有交代 她说小云呢 我走的时候 你要给我梳 梳爪就头 我就不知道什么 叫爪就头 因为当时 好像是我家 还刚刚有那个小电视 看那电视 那电视剧里 不有那个小丫鬟吗 就两边这样 这样是的那个 我就以为 那是爪就头呗 我说老太太 是不是这样的 爪就头 她摇摇头 我说那是不是 在上面 头顶上面 梳爪就摇摇头 我说那是不是 在后脑勺后面 梳爪就 她还摇摇头 你说就把我弄晕了 我就不知道 就这么一个 一个头 这个这个爪就头 我往哪给她梳 没弄清楚 后来老太太走了以后吧 我就从 重新给她梳头 我就问了好几个人 这个爪就头是个什么样 人家谁都不知道 后来我就想 哎呀 我自己想吧 我想给她梳个什么 爪就头 我就给梳什么 爪就头吧 他们说这两边不对 后面不对 脑顶不对 那干脆我给她梳个歪歪辫吧 我就给我们老太太梳个 歪歪辫 就是不当不正的 完了还给用红头绳 这么缠的 所以后来 发送我婆婆的时候 来那些人 一看人都觉得可笑 事后问我 苏云哪 你咋想出来的 咋跟你婆婆梳这么个头呢 哎呀 我说可别说了 可难为我了 我说婆婆让我给梳 抓着头 我没电灵出来 啥叫抓着头 完了我就给她设计 这么一个头型 你说 就最后一把 我给婆婆就梳了 这么一个头 我后来就想 你说我多笨呢 你看婆婆就这么一个嘱咐 让我给叔哥抓着头 我都没给抓就明白 我觉得 只要我一片诚心 我婆婆在天有灵 她也会满意的 因为她对我太好了 她真是把我拿去当 自己的亲姑娘一样 所以我觉得 在婆婆和公公身上 我有遗憾 公公临走的时候 我没有守在身边 婆婆走的时候 我没有把这个头给梳好 再说我的爸爸妈妈 我爸爸走的时候 我这个是我最大的遗憾 因为爸爸走的时候 是86年 那个时候是我调 省政府两三年了 那个时候是我工作量最大的时候 经常出去搞调研 搞调研回来就是写材料 写大的调查报告 那个都是需要花费时间的 我爸爸住院的时候 正好我刚出差回来 我姐姐打电话 说小云啊 咱爸病了 是不是住院 我说姐你定 我姐说那住院不住院 咱俩商量商量 就咱姐俩 我去了以后 我说那就住吧 完了就把我爸送医院去了 我爸爸是肺癌 我的老师的丈夫 到我家里去 给我爸看的 说是肺癌 因为我不懂 我不知道肺癌是什么概念 我就问我老师的丈夫 我说肺癌到最后是什么状态 他告诉我 他说肺癌 一般到最后是上不来气 憋着 他说这个是最难过的 我一想 我和姐姐都直发懵 说那不能让老爸造这个罪呀 那得怎么办呢 大夫说 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到时候送医院吧 所以就因为有这话 我和姐姐就决定 把我爸爸送医院去了 那时候我没有闻到佛法 如果我闻到了 我肯定不把我老爸送到医院去 送到医院去以后吧 正好我调研回来 这手头就一个大报告消息 那我就没有时间呢 我和我姐俩是分班 我姐姐晚上照顾我爸 我白天照顾我爸 我跟我们领导说 我说材料 我拿家去写 什么时候要交这材料 我按时完成行不行 我们领导说可以 我就把一些参考材料啊 都拿回来了 拿回来我不是白人 白天在医院值班吗 病房那个一共是八张床 八个病人 然后每个床都有个床头柜 我就把我那些材料 都堆在我爸那床头柜上 我就这面照顾着我爸 这面我就写着我这个大调查报告 我爸一共住院了12天 我写了11天 我怎么计算出来的 因为人家我爸临床 有个老大夫可能住院 他是五常的 一个老中医 他看我天天白天 来了以后就是忙着写我的材料 反正我爸这边有事 我就给我爸弄 没事 我就写我的材料 因为我爸是一个脾气非常好的人 他从来不挑这个理 不挑那个理 性格非常好 我长这么大 我没见我爸发过脾气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写到第七八天的时候吧 我记着就是那个临床 那个老中医就跟我说 他说孩子呀 你怎么这么忙 你每天都在写什么 我说我再写一个调查报告 要按时交点 因为这个是不能等的 他说你能不能缓一缓 我不理解 我说不能缓 我必须得抓紧时间写 就这样 我就接着写我这个调查报告 我记着到第十一天的时候 我爸那个眼神瞅我 我现在回想起来 那已经很不一般了 但是我没觉察到 我就看我爸瞅我 我说爸呀 你干嘛瞅我 我爸说 看看你 你这么忙 累不累 我说不累 然后我爸就把他这两只手吧 就这么平着往前伸 我就问 我说爸 你干嘛要把手伸起来 我爸说 小爷你看我手 这个血管 这个血多红 完了我把我手搁在我爸手跟前 这么一对比 我爸的手确实是比我红得多 哎呀 我说爸你血 血液流通真好 比我都好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到晚上的时候 我姐快来接班了 我爸问我 小云呢 你那个材料还得几天能写完 我说快了快了 今天晚上就能收工了 这不是就第十一天的 那个末尾了吗 我爸说今天能写完呢 我说今天能写完 我爸说好 然后我姐来接班的时候 我告诉我姐 我说这个好了 我材料写完了 写完了以后 我交上去以后 我就可以安心的照顾咱爸了 就这样 这就是第十一天 第十二天 白天我又去照顾我爸 我不知道跟我爸唠嗑 所以这个我非常非常遗憾 然后我爸他本身就话语比较少 他也不跟我说什么 到晚上的时候 我姐又来换我的班 我爸就说了一句 小云呢 今天你还回去吗 我说爸你啥意思 你不想让我回去啊 他说 那你要是家里没啥事 你就在这呗 和你姐都在这吧 那我都没想别的 你说多单纯呢 我说行 你想让我在这 那我就在这吧 我就留在医院了 留在医院 我爸告诉我姐 小云写了十一天材料 他可累了 那边有个空床 你让他去睡觉 你在我身边坐着 我姐说行 然后我就跑到那个空床上 去睡觉去了 我姐就在我爸身边守着 到半夜十二点 我姐去叫我 那我真是睡得可香了 我姐叫我 说小云呢 起来 我说干嘛 我就起来了 我姐告诉我 说咱爸让 给他穿衣服 要穿利索 我说干嘛要穿衣服啊 完了我姐说 让穿就穿吧 可能我觉得我姐比我大四岁 还是比我有经验吧 我姐说穿吧 完了我和我姐 我们就把我爸那个衣服 给他穿了 都穿得可板着了 我说爸这样行吗 我爸说行 我问我爸 我说爸呀 你为什么要让我们 把这个衣服给你穿上呢 因为那个我们 老人走的时候穿 外面有个大长袍 一般平时呢 是不穿这个的 那就是装老衣服吗 我说爸 为什么要把这个衣服穿上呢 我爸说穿上吧 你和你姐俩都不懂 别到时候手忙脚乱的 穿得利利索索的 哎 你们也消停 我也消停 这几乎就是我爸 留下的最后的话 然后穿完了以后 我和 这回我可不敢去睡觉了 我和我姐 我俩就都坐在我爸床边 就瞅着我爸 就这个是我爸 是什么表情呢 非常安详 非常平稳 一点也不折腾 也不难受 也没有痛苦 就像正常人睡觉那样 然后到早晨八点多钟的时候 我姐说小云娜 我找个人给咱爸看看行不行 我说咋看呢 我姐知道我脾气酱 对于那些个看的我 我不信 我姐有点怕我 她不敢自己做主 找人来给我爸看 我说你怎么个看法 我姐说莫迈 我说那可以 那你去找吧 我姐他们单位有个人 会摸麦 我记得不到八点半吧 把那个人 不是 不到七点钟 把那人找来的 找来以后 他一摸麦 他说老爷子除了费麦以外 其他的麦都没有了 就剩费麦了 我和我姐都挺纳闷的 说咱爸是肺癌 他怎么就剩下费麦了呢 不明白 然后那人说 他说 八点半之后 九点钟之前 可能老爷子 要走 就这么告诉我们的 那我们 我们就 就在跟前守着吧 这时候 我姐夫 和我和我丈夫 他们也都来了 来了以后 完了说 老爷子怎么把衣服都穿上了 我们就把这个经过跟他们学了 那我们就我们四个呀 我们四个就在跟前守着 然后到了八点半过一点 我的单位的领导来电话 说要过来 上医院来看我爸 我说你们不要来 他们问我情况怎么样 我就把情况跟他们说 他说那不行 那我们得过去 然后 他们就过来了 过来呢 我丈夫就出去迎接他们 怕他们找不着地方 就这个时候 然后 我爸就在这个时候走 我也没在跟前 在这之前有个什么插曲呢 有一次 我一个老大姐 去找人 给他的孩子看事 他让我陪他 我去了以后 看完了以后 他说树营你也看看 我说我看啥 他说你就让那个先生 随便跟你说 他说啥你听啥 然后 那个先生就跟我说过 说你 父母去世的时候 你不送送 我问了一句 我说是不是 我出差没在家 他说不一定 就是厌内气之前 你没在跟前 你就是不送送 所以最后验证了 我爸爸验气的时候 我真的没在跟前 我出门去找人去了 回来 我爸已经走了 非常平稳的走了 没有像他们说的肺癌 到最后很痛苦 很折磨 我爸从住院这12天 没有任何痛苦 唯一的就是他瘦 比原来要瘦的多 除了瘦以外 没有其他任何不良的反应 所以我 我现在我学佛以后 我衡量衡量 我觉得我爸走的非常非常好 那就说 他自己知道时间 只是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而已 他为什么让我们 半夜12点多钟 就把他的衣服给他穿好 然后人家早晨就离去了 所以这个事 我到现在有时候想起来 我还觉得比较遗憾 因为我那12天 我没有陪我爸唠了什么磕 我的第11天 我要写完的时候 我曾经说 我说爸呀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 跟我唠了磕啊 要是那样我就先放下 你就跟我说呗 我爸说 你这么忙 我不耽误你 你接着写吧 写完了 完成任务就好了 就这样 所以我就等于 我爸住了12天院 我写了11天材料 就在这种情况下 把我爸爸送走了 所以在我爸爸这儿 我确实我也觉得 我留下了遗憾 我妈妈那儿 我也有遗憾 当时这些全都不知道 现在回过头来想 就觉得 哎呀 真是后悔啊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 我能重新做他们的女儿 做他们的儿媳妇 肯定我要做的比那时候 要好的多的多 我会尽职尽责的 但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我曾经跟我周围的佛友也好 还是年轻人也好 因为我们单位也有好多年轻人 我跟他们在一起落坑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们 我说现在 如果你们的父母在 你们的公婆在 一定要尽职尽责的 好好的孝顺他们 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现在做的不好 不觉得怎么样 等老人走了以后 尤其是当你明白了的时候 你会非常非常后悔的 那种遗憾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补救的 他们不信 现在是不是这样 年轻人和老人 观点不一致 生活方式不一致 好多好多年轻人 不愿意和老人住在一起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我到现在我都不太理解 因为什么 我22岁结婚 我一直和公公婆婆在一起 我觉得心里特踏实 那种踏实 不是说用语言能表达出来的 我非常放心 我就是上班 回家 我什么事都不用我操心 我每当我下班的时候 热乎乎的饭菜 已经摆到桌子上了 就是这样 婆婆公公对你的那片真诚 就跟自己的父母一模一样 你上班你啥心都不用操 然后我两个孩子 老大是女儿 老二是儿子 都是我公公婆婆带大的 我基本都没管 我都可以大撒手 我记得我女儿八个月的时候 我要出去开会 我当时想 这怎么办 这孩子抱着 后来人家会议要求 还不能抱孩子 你说人家那么大一个大会 我抱个孩子去怎么办呢 没办法 我就跟婆婆商量 我说怎么办 婆婆说你放心吧 你去开会吧 孩子放在家 我说那你怎么办呢 你没法喂奶呀 完了 婆婆说我会想办法的 我婆婆就买这么大一个小壶 到现在还给我家保留着呢 真是纪念品了 婆婆就用这个小壶 包那个小小的那个小饺子 在这个小壶里煮 喂我的姑娘 那是那时候我姑娘八个月吗 我开会回来以后 奶也不行了 我那时候奶特别好 我可以一边喂孩子 我家还养小猫 那小猫都吃我的奶 所以说 我还问我婆婆说 哎呀你这奶真好 指量就意思说指量好 什么黄羊羊的 说这孩子吃了 也长身体 这猫吃了也健康 所以在这面喂着孩子 这面这奶糖 就拿碗接着 然后都喂猫了 就是这样的 等我开完会回来 就不行了 虽然奶妹回去 婆婆告诉我 不行了 你这奶有毒了 不能给我们孩子吃了 就这样八天 八个月呀 我姑娘八个月 就把奶戒了 以后就全是我婆婆管了 后来两年以后 我又生了这个儿子 又是我婆婆管 那真是诚心诚意的 一手拽一个 既饿不着又动不着 你说爷爷奶奶照顾孙子孙女 那还有比的吗 所以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和老人在一起 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触 什么概念 我公共八四年去世的时候 那时候我刚调省政府 我是七八月份吧 调到省政府的 我公共是十月份去世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从省政府下班回家 我家是在平房住 我得坐火车 我从省政府出来到王兆屯去坐火车 回家的时候 我得走一段路啊 有一天我从省政府大门一出来 一拐弯 我就看在我前面走着一个老头 就特别像我公公 我就觉得他就是我家老爷子 完了我就搞后面跑步撵上去了 撵到人家老人家跟前 我就扒了着人家看 给人家老人家看去直发毛 说你干啥呀 我说了一句 我说你咋不是呢 完了你那老爷子就不知道我说的啥呀 完了我一直说你咋不是呢 完了你老爷子走了 那不是你我不能再拽着人家 我得放人家走啊 我就把老人家撒手了 我说你对不起你老人家走吧 完了我就一边往车站走 一边遗憾 他怎么就不是呢 我怎么就看他就应该是我家老爷子 实际老爷子已经去世了嘛 然后我回家第一件事 就向我婆婆报告 我说你看我今天下班 看见走在我前面那 就是老爷子 他怎么跑到跟前 他就变了呢 他就不是了呢 我婆婆说哎呀傻孩子 你老爷子都去世了 他说你看 开光你给开的 说起这开光 也热闹 应该是儿子开 他们告诉我 就这么一个儿子吗 他有一套磕 完了我老伴说 我记不住 我婆婆说 就这么一些话 你还记不住 完了后来我说 我开行不行 我能记住 我婆婆说 媳妇也是姑娘 你们俩谁开都行 我就那一宿也没咋睡觉 就背这一篇开光词 哎 第二天早上起了 我把这个词背下来了 背了以后 我说我 所以给老爷子开光 是我开的 开完了以后 哎 等画完了以后 因为我老爷子要送回 那个老家老坟里去 所以我就把骨灰盒 捧回来的 放在我家楼下 有一个小棚 哎 说不能放在屋里 得放在棚里 然后我就把老爷子的 那个骨灰盒 就放在棚里了 就整个经过 老太太跟我说 这都是你做的 你怎么还能看见那个 就是你家的老爷子呢 我说那不知道 这就说 老人跟我一起生活了18年 那种感情真是难舍难分 我真是把它 就看作是我自己的父亲一样 然后再说我婆婆走 我婆婆这不是病了六个月吗 按道理说 我次婚了六个月 就这么折腾 应该是够了吧 哎呀 老人家走了 我还松口气 轻松轻松 没有那个感觉 因为我婆婆 她有个什么特点呢 她是抽烟 抽那大烟袋 你们知道什么叫大烟袋吗 就一个杆 那么长 大约能有一米长左右 然后这边是个嘴 横在嘴里的 那边有个锅 完了把烟装在那锅里 就这么抽 北方都实行这个 每当我下班的时候 一进屋 看见我婆婆坐在炕上 或者后来住楼房 不就是床了吗 那大烟袋这么直的 扒道扒道抽烟 我心里可踏实了 等婆婆走了 我在下班回家 空空落落的 大烟袋也没有了 老人也没有了 那个心里那滋味 没法形容 婆婆把我灌到什么程度 我下班 回家 要到点了 我邻居家的老太太就跟我婆婆说 老刘太太呀 快点回家吧 你们家跟脚星要回来了 我是我婆婆的跟脚星 就是老跟着后票 就这样事的 他们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婆婆要是上农村亲近家去创门 我得给规定时间 必须得寒假暑假 为什么我放假呀 寒假我放假 暑假我放假 我才能有功夫 我婆婆上农村亲近家创门 我们就是一个 我说一个家强牌 老太太一个 有时候老爷子 我在家两个孩子 你说是不是一个家强牌 秃秃都得跟去 老太太回来再跟回来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说 这个 这种亲恩 当老人不在的时候 你用什么方法去报 找不到什么更合适的方法 你比如说现在 寄扫寄扫扫墨 哎呀 可能也 也安慰不了你这颗 很遗憾的心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想跟大家说 孝亲尊师 这是老法师讲法当中 多次提到的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还做得不到位 我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 能够好好的去做 少一点留 少留一点遗憾 这是我要讲的 孝亲尊师 再说 知恩报恩 你懂得了孝亲尊师 自然你就知道 知恩报恩 有些时候 这个知恩报恩 它的范围是很广的 如果你把它的面 限制的很窄 那可能 就和咱们学佛的人的心量 就有关系了 今天早晨 刁局师 我们早晨起来以后 在屋 唠了一会儿磕 他就说 刘大姐 你有个事 哎呀 我特别感动 我说 你什么感动 他就跟我说 哎呀 我说这个事 我还真没记着 我都忘了 是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 每年上秋的时候 不是卖土豆吗 我们那边都是大车拉着 到那一大堆一大堆的 在我们家旁边 就有一个卖土豆的 他每年要拉去好多 都给那堆一大堆 然后上面拿扇布扇着 大约得卖一个半月 到两月这样吧 卖土豆的这个人 他住在什么地方呢 就住在那个土豆中间 挪袋的时候留个洞洞 然后晚上他就钻到 这个洞洞里去睡觉 用大扇布一扇 特别遭罪 你看那个是深秋 北方已经很冷了 我就看到 哎呀可可怜了 因为我每天出去 绕佛的时候 我都要经过 这个卖土豆这个地方 那一天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能不能这样 你上我家去吃饭 然后呢 我给你做热汤 你就可以节节寒 要不你成天成宿在这 你太遭罪了 后来他说 大娘啊不麻烦您 那天我就 我说我买土豆 你能不能给我送到家 我说我扛不动 他说我给你送 然后他说我买了三袋土豆 他就给我送去了 送去把土豆放那了 我说你先别走 你坐这歇歇 完了他就坐我那歇着 我说你多歇一会儿 我去给你煮饺子 然后你吃热乎饺子 你再喝点热饺汤 你这是个寒气啊 往外缓一缓 他那天有点感冒 后来我就给他煮的那个饺子 然后给他喝的那个热饺汤 我看出汗了 哎呦我说你 你今天有点感冒是不是 他说是 我说你看这一发汗 说不定就好过来快了 然后我说你每天 你要是喝点酒 不是能解寒气吗 后来他说 没有那方便条件 我说我给你弄 然后吧 我就用个小玻璃杯 给他弄的那个酒 我就给他送到 他卖土豆的地方 我说你要冷了 你就喝一口 冷了你就喝一口 这样可以活血 我说今年 你剩下的时间 你就上我家吃饭 明年你再来着卖 你就一直在我家吃饭 都可以 我说你别见外 我家就老两口 哎呦那个人就很很感动 我说这个话题 可能和知人报恩 没什么关系 我觉得也有关系 他就现在的年龄 和我家的姑娘儿子 我估计差不太多 那不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吗 你再往远了 往深了看 他也可能是你多生多坚的父母 你把他当作父母一样的对待 你看这不也就是知恩报恩吗 所以这个问题 就现在我们的人 我记得就是陈大慧老师 专访老法师 就是有一张光碟 一开始陈大慧老师 好像有说了一句话 他说现在的人 有些时候不知道好歹 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 都没注意 真是这样 现在有些 有的人确实是不知道好歹 他不知道好歹 他就不知道报恩 因为他不知恩 他怎么能报恩 你就那样想 你周围的所有众生 都对你有恩 你都应该报 咱们每次读经念佛 最后不有个回向吗 其中不是上报四重恩吗 你想想 这四重恩 你报的怎么样 你报没报 确实得报恩 报佛恩 报国家恩 报父母恩 报众生恩 一个人 如果你觉得 你周围的所有众生 都对你有恩 你就会用一颗慈悲心 去回报他们 你就会很快乐 如果你觉得周围 所有的众生 都对你不起 都对不起你 你就会生活在烦恼当中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们琢磨琢磨 我觉得 当你懂得知恩报恩的时候 你在学佛的路上 就又前进了一大步 这个问题 请大家仔细琢磨琢磨 是不是这样 如果我说的对 供大家参考 我要说的不对 大家可以提出批评建议 没关系 我们现在是共同分享 学佛的快乐吗 所以有些个地方 咱们可能认识的不到位 咱们再切磋 再琢磨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 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 我想讲讲 怎么样叫老实念佛 因为这个 还是我们修净土法门 修学者的一个重点问题 我告诉你们 我不总结我自己六个字吗 老实 听话 真干 首先要老实 咱们现在之所以念佛 念得不得力 关键还在于不老实 为什么说呢 就是朝三暮四 这山望着那山高 我记得那天我讲的时候 我说我就是读一部无量寿经 一句阿弥陀佛佛号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认准了 就是一经通了百经通 通了自有智慧生 无量法门都非常殊胜啊 就是当你通了的时候 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辩才无碍 辩才无碍多自在 庙里生花乐无穷 如果真把一部无量寿经 你都通了 你都懂了 你就通了 通了 下一步就是生智慧 你智慧生了 你就辩才无碍 然后就是庙里生花 咱不有一部经 叫《庙法莲华经》吗 为什么叫庙 真是奥妙无穷 学佛学到一定时候 真是那种庙的感觉 由然而生 所以我 我说大家 在老师念佛这个问题 四个字 很简单 千万不要忘了 我是把老师念佛 这四个字 我老伴 给我写的条符 挂在墙上 我的佛堂里 写这么一个小条 老师念佛 就面对面 我每天拜佛的时候 我就面对面 这四个字 我都在问自己 你今天念佛 老没老实 所以这个老师念佛 是太关键 太关键了 如果我们把所有问题 排排号 老师念佛 是第一关键的 你只有老师 你才能把那种 智慧念出来 这两天 有几个佛友 跟我探讨 说那个念佛 是什么感觉 就是当你 面对大家 这么讲话的时候 你再没再念佛 我说再念佛 这个念佛 不是我用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去念 而是我心里的 那个阿弥陀佛的佛号声 一直没有断 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 能不能体会到 那你说你晚上睡觉 你再念佛吗 再念佛 我一直告诉大家 念佛的概念 绝对不是说 哎呀 我想起来了 我要念佛了 往床上盘腿一坐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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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念佛 我念佛不是这个概念 他随时随地在念 这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我原来不是这样 我就念到现在这种程度 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这是我自己感觉到的 所以你老老实实 念这句佛号 确实是好用 因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 就像一座山 它是有那个盘山道 我们绕着这盘山道 你走的路程 绕到山尖 需要的时间 就要长一些 但是到山尖 但是到山尖是什么 阿弥陀佛 这就是顶峰 所以说如果是你把握住这句 阿弥陀佛 佛号了 老老实实地念下去 你那个智慧 自然就生出来了 我昨天 是昨天还是前天 我说了一句 我说大家学佛 要学愚 不要学聪明 愚不是愚痴 不是愚昧 不是愚蠢 是大智若愚 当你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显现出来的是智慧 为什么不要学聪明 聪明是视智变聪 视智变聪 障碍你智慧的显现 你如果是你 重视这个视智变聪 你喜欢这聪明 你智慧 不会生出来的 所以 老法师好像也说过一句吧 傻人 有傻命 我不原话不一定是这么说的 我记着 可能老法师在网上多次讲到我的时候 大概多次提到 说你们都不知道 它都实在到什么程度 简单到什么程度 真是简单 真是有些事情 我真是弄不明白 我也不去弄 我也不研究 我现在目标定了以后 我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 别的在我这 什么都没关系 和我网升级了世界没关系 我一概不去过问 今天早晨 我和刁局师 谢局师 我们几个在那唠嗑 我们说到一个什么话题呢 说问事 因为刁局师说 大姐 我就是最大的毛病 我就是爱管事 谁咋事我都想管 憋不住 不说难受 我当时笑了 我就说 我说 必须说你的嘴 真是少说 多念佛 你有说一句话 把对方伤了 弄得人家很烦恼 你要没说 你念的是阿弥陀佛 肯定你伤不着他 他也不烦恼 你也不烦恼 这个念佛这个问题啊 好多好多人都在念 念的方式方法不同 这么念的那么念的 不管怎么念 你就想 你念的自在不自在 你生不生智慧 你是不是烦恼越来越轻了 如果你真是用这些标准 去一个一个衡量 你就知道你念佛得不得力了 绝对不是念多少遍 这个老老实实念佛 你才能够达到你的终极目标 如果你还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你比如说有的佛有问我 我念这个行不行 我念那个行不行 行 好不好 好 因为这个我也是跟老法师学的 你横顺众生啊 你说他说他要念什么 问你好不好 你说这个不好 他能不能接受 好 因为佛经都是佛说的 都是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 没有不好 老法师不说吗 都是第一 没有第二 那我们也按照这个理念 确实是正确的呀 所以哪个都好 那咱们怎么来鉴别自己 我应该怎么办呢 你是什么根性 如果你是修密宗的根性 我不知道 我不认识 那你就修你的密宗 老老实实 你修禅宗的根性 你就老老实实修禅宗 我修净土的根性 我就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 就是这样 大家互相不干扰 我记得我那天说 我的原则就是 你修什么法门 我赞叹 你让我介绍哪个法门 我给你介绍 净土念佛法门 我觉得这样做 大家彼此都高兴 都不生烦恼 所以老老实实念佛 这个问题再三地说 说到现在 老法师讲了多少年了 强调了多少次了 我们能不能按老法师 说的去做 要不我说 人呢 就是当你傻气 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真是就转换了 你那个傻气就转换成智慧了 怎么转换的 念佛念的 就这句阿弥陀佛 真是好事 在我这来 我得到验证了 因为我过去 念佛不得力的时候 我也烦恼很多 这看不惯 那看不惯 尤其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 心里很烦 哪家没有难念的经 我说如果你把那本难念的经 念好了 你这佛也就念好了 不要回避 我告诉大家 我曾经有过出家的想法 那是93年94年 我特别强烈的一种愿望 我想出家 我为什么要出家 我不是说我修到那种程度了 我觉悟到那了 我要出家 我要成就 不是 我那时候想出家 是一种逃避 家里的事不顺心 单位的事不顺心 哎呀 就像一团乱麻的缠着你 所以我想出家 我就觉得出家 到庙上去 那就清静了 我就那么想的 所以那年我去普陀山 不是抽了一个签吗 那是我第一次抽签 我和我老伴一起去 我老伴说你抽个签 我说抽签干啥呀 他说玩呗 我说那你抽吧 他说还是你抽吧 你抽的零 我就去了 我告诉师傅 我说师傅我抽签 师傅说你求啥 我啥不求 师傅说你啥不求 你抽签干啥呀 可能这个这么想的人 师傅没说出来 说那样吧 你心里想件事 不用说你晃 一个童童里面有那么签 说晃出来 哪个就是你的签 我就这么一晃 就蹦出了一个签吗 然后师傅拿了这么大一个条 有四句话 就给我解释 说你 晨缘未了 不能出家 我特别惊讶 因为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件事啊 我心里想的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出家 他怎么跑签上去了呢 完了 我说师傅 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想什么 师傅说 你想的事都在你的签上呢 所以就说我晨缘未了 我不能出家 从那开始到现在 我的心就落地了 既然是晨缘未了 不能出家 我什么事都不强求 那就老老实实在家修行吧 也是一件好事 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成不成 这签说的对不对 他真是对上号的 我那个时候确实是想出家来的 是不是出家就情境 对于我们每个修行人来说 他都各有各的姻缘 应该姻缘成熟了 该出家就出家 姻缘未成熟 该在家 咱们就在家 不是四种弟子吗 四种弟子都做好了 那佛法不就兴盛了吗 所以咱们作为在家的 修净土法门的弟子 就老老实实念这句佛号 我还想跟大家说 念这一句佛号 作用大着了 你可别小瞧这句佛号 现在灾难比较多 我们学佛的同修们 面对这些灾难 应该持什么态度 昨天啊 有个佛友 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 你告诉我 有没有世界末日 我说 老法师不都讲了吗 佛家 不讲世界末日 完了他就笑了 他说 那这些灾难 怎么解释 我说灾难 是有的 他问我有没有灾难 我告诉他 有灾难 下一个问题 就应该问 学佛人 怎么样面对灾难 老实念佛 离不开这个主题 我说我们 如果香港这一方的 学佛居士们 老老实实念这一句佛号 我们香港这一方众生 就是最有福报的 就会康泰安宁 这一句佛号力量小吗 如果你 真心诚意的念这一句佛号 我昨天说了一句吧 震动虚空法界 你别小瞧了这一句佛号啊 全世界有多少 修念佛法门的同修 大家都在念这一声佛号 那个力量 可是不能小瞧啊 能化解多少灾难呢 有的人说 你们是不是宣传的有点过分 实际咱们也不宣传这个东西 不说九九年两千年 两千年有灾难吗 现在这个没有发生 很多人思想产生了一种麻痹大意的想法 就说没有这个事 实际 实际没有任何人 无宗生有说这方面的事情 灾难是有的 但是不可怕 不可不 我们学佛人 不要惊慌失措 一 我们有依靠 我们有阿弥陀佛 老法师不告诉我们吗 我们可以移民呢 我们移民到极乐世界去了 然后我们再救苦难的众生 再一个 我们自己念佛 就可以化解灾难 减轻灾难呢 这不是佛教给我们的好方法吗 我们大家拿起这个 用这个好方法 献出我们的一点力量 一点爱心 好好的念这句阿弥陀佛 灾难会减轻的 没有什么可怕的 但是绝不能掉以轻心 如果我们掉以轻心 当灾难面临的时候 你可能措手不及 你没有心理准备 我们现在要做好 最方便的心理准备 念佛这个东西 是我们念佛人的本质工作 咱们就把它当工作任务一样 去把它完成 每天早晨起来 你就想今天 我一定要把这句佛号念好 绵绵绵绵绵的 不间断 然后到晚上 你想一想 我今天 佛念的好不好 真诚不真诚 清静不清静 你如果把这一天一天的都这么老老实实 念阿弥陀佛度过的 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作用 你说你对法界众生 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你和他们是一体 你自己受益 虚空法界的众生 不同样受益吗 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千万提到日程上来 一定要把这句佛号绵绵绵绵绵 老老实实的念下去 要有个过程 不要着急 不说现在 我怎么没什么感应呢 我还是告诉大家 你不要求感应 你就老老实实念 阿弥陀佛 那种感应 叫知诚感通 它是真实的 不是你求来的 人不说吗 求不得 得是悟得正得 另外 在这个问题上 为什么有好多人出篇 我知道有些人 很羡慕这个神通 他不把念佛放在首要位置上 而是把求神通放在首位上 你这样最后要招魔障的 你求感应 求神通 一定会招魔障的 只有你念阿弥陀佛 非常稳当 不会有任何偏差 这个全靠你的信念 你信念是正的 你的道路就是平直的 你回家的路就很平坦 如果你的信念不正 你走来走去 就会走很多岔道 你想 如果这一条直道 是我们回家的路 两边有很多岔岔道 你要是验着这条直路 一直念着阿弥陀佛 走到家 会省很多时间 你要一走到岔道上去了 要岔的远了 那就不知道绕到哪去了 等你再绕回来的时候 已经很长很长时间过去了 所以说 把握住今生这个大好机缘 老老实实 把这一句佛号念到底 我这次来香港 我觉得我们香港这个地方 是一块福地 我昨天说了 在这块土地上 我们能够经常见到 镜空老法师 这真是大家 太大太大的福报了 我非常羡慕你们 我见老法师的机缘 可能不会太多 将来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 那就是永远在一起了 在这个人世间 大概见面的次数 不会太多 因为一 我不太好出门 我是老手田园 那个类型的 哪也找不着 所以我也不想 麻烦老法师 我看他老人家 我在我的眼里 老法师就是一个 慈悲的长者 我真不想 劳烦他 我想让他 好好休息 保重健康 我是这种想法 我不是不想 亲近老法师 但是可能 方日方法 有些和大家 不是那么完全一样的 我觉得老法师 每当他瞅你 看你的那种眼神 真是一个慈悲的长者 你会一股暖流 涌遍全身 我在香港 不管我待几天 我本来想 我讲三场 因为邮局是 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曾经说过 说给您安排三场 好不好 每天两小时 我说我到那儿 就一切都听您的 您安排我讲几场 我就讲几场 所以今天是第三场 昨天我问了一句 我说我还讲几场啊 我的日程怎么安排啊 他说那就随缘吧 老法师不是让您 多住几天吗 原来我要是按 我看我自己的打算呢 我想第三场讲完了 我就返回哈尔滨 昨天我问了老法师一句 我说老师啊 你想让我在这住几天呢 老法师就说 多住几天吧 多住几天吧 我那就尊师命 多住几天吧 所以老法师让我 住几天 我就住几天吧 就到这儿来 我就听这儿的安排 咱们不是随缘吗 所以老法师告诉咱们 那个二十个字 我在这里 再跟大家说一说 那二十个字啊 不简单啊 那是老法师几十年 甚至集一生 修佛的精华总结呀 你们动动脑筋 今天我们几位 哈尔滨来的局势 早晨在吃饭的时候 我们曾经说了一个话题 我问那个于局势啊 我说小于啊 昨天我们不是是 听老法师开始讲 那个无量寿经了吗 第一讲吗 我说小于啊 听了老法师讲的这一讲 有什么体会没有啊 我们俩交流交流 我说你听没听出来点 味道啊 小于说听出来了 我俩没有具体说 你有什么感觉 我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我俩感觉是一样的 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 所以咱们这一次 老法师到香港来 在这开始起讲 无量寿经 这个机缘可太珍贵 太珍贵了 将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 这一次这个机缘的珍贵 没有一个合适的词语 我只能告诉大家这个 所以老法师的每一句话 你都要仔仔细细的去听 我昨天晚上听了一遍 今天早上过来 我在那个那听经那个窝 老法师不还在讲吗 光碟在放着 我又坐那去听 听第一遍和听第二遍的感觉不一样 你听第三遍和听第二遍的感觉又不一样 如果这套光碟出来了 大家千千万万好好好好的听 你会听出味道来的 你会知道老法师 为什么要在香港开始起讲这部经 为什么 你自己问自己一个为什么 然后你再去听经 你去找答案 你会找着答案的 这个机缘 和其他任何一次的机缘 大不一样 不相同 昨天我不知道在座的你们各位 听没听到 如果听到了 可能第一遍听 大概是不会认相太深刻 也可能有智慧的人听明白了 如果咱们稍微笨一点 第一遍没听懂 第二遍再听 第二遍没懂 第三遍再听 总有一天你会听懂的 你就当时到那时候 你会恍然大悟 哇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怎么现在才明白 真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这次香港之行 没有白来 我能亲自聆听老法师 开始讲这部经 我非常非常幸运 哪怕我不能完全听完 我听到个三讲两讲 都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对我的 人生 不说是有什么转折 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 真是 他 我就感觉到我 一夜之间 我又长大了 我就是这种感觉 虽然我已经是老太太了 66岁了 我昨天晚上听师傅讲了 第一集 第一讲以后 我就有那么感觉 哎呀 我又长大了 那就说明 在修学的路上 我又懂得了一个道理 我又上了一个台阶 真是太幸福了 你在老法师身边 你所感受到的 和在光碟上看的 这个我可知道 真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那时候我每天都面对着镜头 聆听老法师的教诲 和我现在面对面的 聆听老法师的教诲 不完全一样 这种射受力 感染力 确实是 比在镜头前 要强烈的多 我是一个字也不敢漏 因为人到这个年龄段 有些时候 耳朵可能还有点 稍稍有点背 我得直直细细的听 哎呀 就好 甚至我都怕漏掉一个字 都觉得可惜 就这种感受 咱们大家在一起 相处了这么几天 反正我这个人吧 就是 如果说我有什么优点 就是实在 我不管认识的 不认识的 熟悉的 不熟悉的 我都实在 我都真诚 我没有分别心 我不会分 谁和我亲一些 谁和我远一些 我没有这个分别 因为大家和我 都是一家人 我来到这里 有一种感觉 就像回家了一样 非常亲切 我没有陌生感 真的 香港我是第一次来 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见过 这次亲自到香港 体会体会 是什么滋味 这也是我们组国大家庭的一部分吗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跟大家说 老法师这二十个字 说到老法师起讲 这无量寿经 为什么 我表达明白了没有 我觉得我表达明白了 我再三个说 太重要了 太殊胜了 太值得珍惜了 这次你们 如果能有机缘 老法师在这里讲几节 你们有机缘 都能听到 真了不得 我可能没有这么大的福报 没有这么大机缘 可能再过个一两天 我就要挽回反了 我希望如果你们有时间 不要错过这机缘 大家要珍惜这次机会 老法师在那个二十个字里 告诉我们的 非常简单 二十个字 做起来 说难也难 说简单也简单 真是这样的 为什么把真诚放在第一位 你们掂量掂量 没有真诚 你能清静吗 你没有真诚清静 你能平等吗 你心里有分别呀 你没有前面这三个 你能慈悲吗 能正觉吗 你没有正觉 不是正知正见 不是正知正见 就得不到正觉 你没有前面这四个 你慈悲心发不出来 慈悲心发出来 是什么感觉 你面对一切人 你都感觉到 那么亲切 那么可爱 我看谁 我都觉得 都是我的家人 都是我的亲人 我看谁都不陌生 现在就是这种感觉 这种慈悲心 发不出来的时候 我有分别 我喜欢这个 我不喜欢那个 我看他讨厌 我看他可爱 我现在不是这样了 我现在看谁都可爱 你就到这来 我看到你们 应该都说 都是第一次见面吧 但是我一点不觉得陌生 我觉得你们 就是我身边的亲人 我们每天都再见面 也可能咱们多生多节 那就是在一起的 所以见着谁都觉得 很面熟 究竟在哪见过 现在不知道 将来在哪见 那我知道 是不是 以前在哪见过 大家走不走不 咱们从一个地方来 回一个地方去 你说能不亲切吗 能不认识吗 所以今天有佛友来看我 上海的大连的几个佛友 来跟我约一约 想请我到他们的地方去见见 我说好 我会满大家的愿的 一个老太太 没什么了不起的 是不是 如果哪个人 需要我去见见面 那我就去呗 我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老太太长得漂亮 大家越看我越漂亮 有什么不好 我看你们也高兴 开心 你们看我也开心 也快乐 大家都快乐 多好啊 我说只要你们开心 我就开心 你们哪需要我去 我就去 愿怎么看就怎么看 你说 他有一个小朋友说 哎呀 我看你像我妈妈 怎么这么这么勤 像妈妈 哎那可就是吗 说妈妈就是妈妈呗 所以有的佛友说 刘姨啊 我不想管你叫刘姨了 我说那叫啥呀 叫刘妈 然后又说 把刘去掉吧 就叫妈吧 我说随你便 这是一个符号 代号 你想叫啥就叫啥 你叫姨 我也答应 叫刘妈 我也答应 叫妈 我还答应 我说没差倍 都在一个倍上 行 就这么地吧 所以现在 为什么那么多佛友 都喜欢上我家 就觉得我对人 比较随和 我原来性格 不是这样的 我这三天 能够面对你们 说这么多话 我自己都奇怪 那话 我怎么说出来的 我原来性格 内向到什么程度 我当老师的时候 你们可能说 那你当老师能不给学生 讲课吗 那我肯定是讲 讲完课就是讲完课 我和学生关系特别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那个班的特殊 我教的都是特殊班 比如说分班的时候 十个班这一个学年 十个口袋装好了 平均分配的 然后班主任老师来抽 你拿到哪个号就是哪个号 这个班就归你了 那我也分了一个口袋呀 然后我这口袋往这一放 就是长口的了 那九个班的老师 都上我这个口袋来换 他那个口袋里的 他不想要哪个 塞到我这个口袋里 我这个口袋里 哪个他相中了 拿去装在他那口袋里 所以最后大家都挑完了 上到我这个口袋里的 就是我班的学生 我教的就是这样的班 所以这些年 他们都说 这些孩子们也都成就了你 真是成就我 逃啊 调皮啊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他们能逃到什么程度 那个教室里呀 有个小 那是出气的窗吧 带着那小铁片 就是那个横横横 竖竖竖竖竖 完了哏呢 那小铁片 我估计是可能是通风口吧 我的学生能把那个麻雀 抓住以后 塞到这个通气孔里 然后钻一个绳 拴着这个通气孔 他们要是讨厌哪个老师 就给你准备好了 老师往讲台一站 班长一喊力 这边绳一拉 麻雀满教是非 我那学生就能逃到这份上 还有 不就有一个方的粉笔盒 装粉笔放在那个讲台上吗 我那学生把这粉笔拿掉 装了什么进去 就是妹长毛的那个小老鼠 装在这粉笔盒里 上课的老师是个女老师 完了这么一拿粉笔 抓软乎乎的 毛茸茸的 吓得嗷嗷哭 上班教员室喊我 刘老师啊 你那你帮我那课我不能上 那都啥东西啊 软乎乎的 我说哪有软乎乎的啊 我说搁哪放的啊 他说搁铅笔盒里 我说我去看看 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一看铅笔盒 这不是满满的一盒粉笔吗 在他找我的这个功夫 人家这些淘气包子们 已经换包了 把耗子拿出去了 把粉笔又装回去了 一个做直溜溜的 完了还奇怪 装的那个模样可可爱了 老师你干啥来了 这堂课也不是你的课 你说刚给一老师去跑 我来了他们就这样 那这堂那个学生 他能把那个纸 抠成那个鼻子眼睛嘴 带窟窿点 因为他对我非常好啊 他上课他不倒乱 他小学念了六年级 就认识他名 三个字 还不会写 六年就学就学会认识 这三个字 你说他上课 你让他乖乖的做呢 你难为不难为他 所以我挺同情他 我一点也不讨厌他 我这面 回过头到黑板一写字 他把他这个脸 突然就挂上了 你说满 那同学能不笑吗 哈哈就笑了 我这么一回头 他这个脸已经摘掉了 一本正经的说 吓啥吓啥 不要气咱们老师 完了大家谁都不敢笑 他就像一个王子神 就能逃到这个份上 这不是就认识这三个字吗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我想了什么办法呢 我姑娘那年上小学一年级 我就跟他说 让我姑娘当你的小老师 你上我家去上课 行不行 他可高兴了 老师我上你家上课 天天背小书包 上我家 我姑娘给他上课 教拼音阿窝阿窝阿窝窝 北京天安门 就教他这个 我姑娘学的 回来教他 就是这样的 现在他 我们聚会的时候 他说 老师 我得去看看我的小老师 我说你还记着呢 他说我咋不记着呢 我们俩面对面坐着 哎呀可正宗其事的 教我北京天安门 阿窝阿窝无语了 他现在你看 已经都四十多岁了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说 人生 当你 面对着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怎么看 如果换别人说 这学生还能教 这成天跟他操这个心 因为我的学生家长都说 说老师 你要这个班 你要从现在带到他们毕业 你得短寿十年呢 这这么集中 你说你管谁呀 那成天跟他们孤了在一起 但是我和学生的关系特别好 我教了那么多年学 就是中学 小学 我都教过 我没有感觉说我学生讨厌 我学生气人 不听话 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我到现在我回过头想 如果重新让我选择职业 我还选择当老师 特别好 跟他们在一起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一个孩子 因为我的年龄 因为我的年龄吧 本来就不大 我没说我教的最大的学生比我小个五六岁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看不出来谁是老师 谁是学生 跳绳一起跳 打血仗一起打 有一次我给你们举个笑话 这个那个时间还有几分钟 我给你们讲笑话 我教了一个一年级的班 那个小学 我刚上班 小老师 我又接了一个一年新班 小学生 第一天收学费 那时候每个学生是三块钱 我就让我妈给我缝了一个大布兜子 就这么跨到脖子上 这兜子不就在胸前吗 干啥 收钱用的 然后学生和家长来了以后吧 我不知道让他们坐下 我可前面这个一坐 学生家长就都给我呼到中间了 呼的我这汗了 顺利往下躺啊 然后这一手收钱往东西拆 这个手给人家开收据 还给我忙的热的 好不容易收完了 我出去一看 人家我们学年组长是个老教师 人家咋那么规矩呢 家长一行一行 学生一行一行 人家坐在前面文文当当的 就这学了一招 我知道啊 收钱的时候让他们都坐呢 一个一个来教 不是他们把我围着 就这样事的 然后孩子上厕所 我给准备卫生纸 下课都上我这来发纸 我那桌子放着 上厕所发一张 上厕所发一张 又叫学年组长看见了 学年组长说 刘老师你这干啥呢 我说发收纸啊 他说这个得让他们自己准备 自己发 不是你给发 啊又学一招 老师不给学生发收纸 那小不点 不会痛裤子啊 我就得领着上厕所 我给他整裤子 哎完了再变完了 我再给他低了起来 就是这样的 又叫人家学年组长说了 人家说你不能各个领着上厕所 这得培养他们自立能力 啊这不行 就是这样的 结果有一次下大雪 我们那个学校的楼后吧 下那雪都能没腰 就那么深的大雪壳 我就领我班学人去打雪仗 男孩一拨女孩一拨 然后呢 我和女孩是一拨啊 那男孩吧 就抠个大雪洞吧 就把我塞进去了 然后上面拿雪把我埋起来了 这女孩一看老师咋丢了呢 其中有俩是一顿上 我记得特别清楚 叫无双美无双立 小姐俩 这家站在那儿啊 哇哇就哭了 老师丢了 老师丢了 完了我赶快从雪洞里钻中 老师在这儿呢 完了那当时正好是工人下班的时间嘛 那一个呢 一个道 工人就跟下班走的时候 哎呀都站在那儿 看呢 说你看 你看这小老师和这小学生 这咋玩得这么开心呢 我那个时候 我甚至比那孩子 我还孩子 就是这样 所以可能就是这样 我我这六十多年吧 我真是我觉得我可开心 我可潇洒了 我没有大人的那些负担 因为大人的那些事我不明白 我就明白孩子的事 我就跟孩子们在一起行 所以我的学生不说吗 老师你中学不能教了 小学不能教了 幼儿园也不能教了 我我才知道啥意思 说老师你太单纯 太天真的 和几十年前教我们的时候 没啥两样 这是我学生聚会的时候 他们跟我说的 说老师你现在 怎么社会经验你一点 没增加呢 我说那个 对我来说都是没有用的东西 我不用增加 我说这不挺好吗 所以有些个时候吧 你那想 你说为什么我说学佛快乐 学佛高兴 我越来越体会到就是 方东美先生说的 学佛是人生最高享受 真是享受 现在大家活的累不累 赶快跳出来 好好念佛 好好享受享受念佛的快乐 所以我说 学佛是人生最高享受 念佛是人生最大快乐 如果你要是有智慧 你走这条路 你就是大智慧之人 祝贺大家成为这种大智慧之人 今天就讲到这儿 一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搞定 三集 有效 一堆 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